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老总真心话 这两天当然最主要是台北市长的辩论 那辩论当然会有很多民调 有些民调都很奇怪 选举到快投票前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11月7号 那大家都知道26号投票 等于说选举剩不到20天 对不对 19天嘛 那等于说18天 那照这样摔下去的话 现在会有哪一些动作 第一个假民调充斥 各位我跟你讲假民调充斥 那这些做假民调的 因为他很清楚嘛 我们法律规定10天前不能公布民调 所以这个时候会接踵而来 那这些丑陋的民调 在蔡英文当前总统 台湾至少成立的民调公司 或者什么协会什么机构 已经超过过去原来的民调公司 等于说超过了 譬如说过去有20家 现在突然冒出20几家 那他们都在干嘛 都在帮民进党做假民调的 那有些本来就习惯做假民调的 那各位朋友 你要相信民调 那听小董 小董我最熟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被自由时报告过民调 我说你做假民调 自由时报告我 那过去我不太讲 但这次的假民调太严重了 因为很多假民调公司 他会假装他的机构叫做 两岸什么什么会 你会觉得 用两岸做排名的 这个一定是 是比较清兰的 没有 那个都是很邪恶的 民调是一个做假 做到烂的 当然 那另外 他们会用 中华什么什么 哇你会听 中华那肯定 这个一定是比较清兰的团体 都是利的 这就是假 你知道这些搞台独的 或者那种生利的 他们那种品格本来就没有 禽兽怎么会有 畜生怎么会有 他就是我只是要赢 我要赢了选举是要干嘛 因为我们有钱可以捞 民进党执政 我们大家就在他旁边分钱 各位是不是分钱 我用一个名目啊 我钱拿了 你这个我也不会成立啊 苏贞昌的女儿说 我结不 我爸爸当行政院长 我结不包工程 有没有 他没有包啊 另外一家去包啊 包了以后 然后很多工程教给他做啊 我没有直接包啊 对不对 陈水扁说 吴苏贞没有 直接收狗礼件啊 他收很多礼件 都是间接啊 各位 直接跟间接 你听得懂吗 直接就是我直接去哪儿 间接就是 我派 后他们派一个人转手给我 各位你懂了吧 陈时中的儿子 包高雄市政府文化级的工程 为什么 因为太好赚了嘛 各位朋友 我有时候觉得台湾 年轻人让人家看不起 我每天骂这些什么 大学生什么 大学教书一些畜生 年轻人 你们每天挺民进党 你们有他这些好处吗 你讲来听 人家儿子女儿可以包这个 包那个 你有办法吗 你有办法吗 每天说 哎呦日子不好够 不好够你活该啊 对不对 你们本来就活该 谁同情你啊 没有人同情你啊 你自己找的啊 你有办法像人家的儿子这样吗 像人家女儿这样吗 你没办法啊 他每天 哇讲得好像猴灵猴现 各位朋友 你跟他想一想看嘛 立法院通过了 泼泼法案 大家讲泼泼法案是什么 我告诉你 泼泼法案很简单啊 在台湾考不上牙医 很多牙医师想说 传给子女 传衣博 结果考不上啊 怎么办 毕竟还是属于医学院啊 没关系 去波兰练 练波兰医学院 练了以后 回台湾参加国考 然后到 到教学医院实习 你就可以拿到了 这是一个巧闻啊 这是一个巧闻 那政府也知道啊 你知道我们牙医师 因为牙医师比较不会医死人 比较不会医死人 当然不是完全不会 对不对 你要开刀给人家开刀 就死了啊 后怎么样 压力很大 家属有的不亮 谁来告你啊 对不对 我们牙医师一连哦 我们哦 政府讲说 因为也有些老的会退休 所以他有个规划 就一连我们 荣喜你新 成为政府有造的牙医师 四百个人啊 但是你如果去波兰 那你回国参加国考 就像我在这样 在教学医院实习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教育部哦 教育部他 他有提供 就你们一年要来实习的 从国外参加国考 及格以后 去教学医院参加实习的 我名额要有限制 要不然会超过啊 因为我国内的 我国内的医院啊 不 的医学院啊 我在培养这医生 每年有限定名额吧 就是台大医科 入籍几个 北医的医科入籍几个 他有把这个算进去 所以我才能算好说 我每年 可以让四百个牙医师 上任 这样懂了吧 就是教 教学的 跟市场的 一个教育部 一个卫护部 都算好了 所以教育部就规定 如果国外 你们这些回来的 我每年只提供 50个名额啊 结果呢 结果呢 他们把这个相关的规定 把它改了 那为什么要改呢 为什么要改 因为民进党的立委 赖慧言 他女儿在那边念书啊 他要考牙医师 考不上 去波兰念 那他已经在那边念了 所以他提案啊 赖慧言 大家没有听过吧 陈时中报庇他 陈时中我也反对 你反对 他在立委院审议算 算在附带决议 你没有反对啊 他也是执政党 他是民进党 你只以你陈时中 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连 总统都怕你啊 对不对 你只要说我反对 这个不行 这个会怎么样 尤其你自己是牙医师 结果过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人家的妈妈 是在干立委啊 陈时中自己的儿子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标道啦 苏贞昌的女儿 同样标道啦 所以苏贞昌 为什么那天 赖慧言 他他很气啊 你要比大生活 我跟你比 哇 整个抓狂 为什么 恼羞成怒啊 建设等生气 对不对 啊 你女儿子不是说 我没要包工丁 啊 现在呢 现在 我女儿子没包啊 我女儿子怎么 是把人包 我女儿子 又包 他的下包啊 哎 修修脸好不好 各位朋友 我说 我们台湾今天 什么变成这样 大家都没有羞耻心 然后都在讲大话 民进党为什么要敢这样 因为台湾的年轻人太无耻了 他们什么都去挺民进党 然后挺到最后 挺到最后发现 原来两岸打仗 自己要去当兵啊 当 本来四个月变一年啊 那谁要同情你 谁要同情你 自作自受啊 有没有跟你讲 有 所有后果有没有跟你讲 有 当兵你要当一年 结果呢 从政务里面包工程是别人 潜贵的小孩 你有吗 我说我们 我们是养一群畜生 养一群猪吗 对不对 每天 我在网络上都神勇 都怎么样 我看了就是一群不要脸 我每天就骂畜生啊 大家都很清楚 我怎么已经自大到 好像自己天下无敌了 什么东西啊 我 有没有一点点 自觉 有没有一点点想法 没有 台湾这年轻人怕竞争啊 每天保护自己 不要给大陆人来 大陆学生不要来 我也鼓励 大陆学生不要来 台湾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 对不对 台湾每个年轻人结束 台湾的市场是归我 你们不能来抢 是 那你会进步吗 你就一来一落后啊 然后每天得意洋洋 好像自己高人一等啊 你有什么高人一等 你的脸皮 不要脸高人一等 畜生 我讲啊 有点自欺一点好不好 但是今天看了 嫌疾很热烈啊 嫌疾很热烈 有谁会去关注 今天对台湾来讲 最大的不是嫌疾 嫌疾两年就办一次啊 但是我告诉你 假民调冲刺出来以后 下来就司法就要出容了 司法就要出容了 司法前面去对付林芝妙 但是依然相信有志气 说哎呀 民进党要搞这一套 对不对 民进党搞这一套啊 那现在呢 现在新竹 你看检调要出动 高宏安 有人捡起你 榨领助理会啊 我什么时候榨领助理会啊 你的助理 开始讲啊 他有个助理 李中庭 开始讲啊 这个人啊 他的男朋友 男朋友不能当助理 可以啊 他要把他的钱捡回 捡回台湾民众党 他捡回民众党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啊 他要来做白工 他觉得我来民众党上班 民众对我不错 我捡一些钱回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国民党党党可以不可以 领完国民党薪水以后 又捐钱给国民党 可以啊 国民党要嫌疾 又被 财产又被 又被封查 没有钱 我可不可以 这样给他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高宏安不可以啊 各位我讲 啊为什么 有人同情高宏安 有人不同情 无所谓啊 我告诉你 高宏安我也不认识 这三个候选人 我最熟的是沈慧宏啊 认识三十几年啊 但是我告诉你 下来检调就要出动了 检调出动 会怎么样 会假装说 哎你有 然后放话 开始讲你怎么样怎么样 放出对你不利的话 我们检调是专门干这档事的 这样就会升官啊 各位懂不懂 检察官 调查官 调查局 还有谁 还有警察 各位 有没有看到 警察大学校长 陈哲文 接受黑道招待 黑道帮他开车人 走进去 哇好爽哦 他说 那是五年前的事 我后派去查白狼的底绪 好好笑哦 你不要查白狼 你也不要跟黑道 你来找我 我跟白狼最熟啊 你来找我 你去找黑道 他会知道白狼什么底绪 我最熟啊 好不好笑啊 那每个警察 去喝花酒 说我是来办案的 我要看这些 搞色情业者在干什么 我以身四瓦 我都委屈啊 对不对 我接受黑道去喝花酒 我是要来探寻黑道的底绪啊 看这些 这些卖淫的女孩子 他们怎么卖啊 我是我 以身四瓦我都委屈啊 各位 陈哲文这种话也讲得出来 然后习狗勇还假装说 哎我们派政风调查 习狗勇啊 羞羞脸啊 你还干内政部长 还干过立委 干过台北市议员 你讲的话哪一句是真的啊 你师父谢唐廷也不会像你这样 我告诉你 习狗勇羞脸啊 还要包屁 你跟陈哲文很要好 知道 习狗勇 那时候 你要你要查什么 陈哲文你不要 不要说 哎 我我跟黑道 跟林秉文 我是为了查白狼 我告诉你 你的老板习狗勇 对白狼的了解都比你多 你去问习狗勇就好啊 对不对 白狼曾经指控 而且不是 不是最近才指控 指控好几言 最近又讲一次 所以习狗勇 要参加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那时候民进党 规定党员票要多少 民调的票要多少 结果你的党员票不足 跟我们竹联邦求援啊 我们派很多小弟加入你民进党 变成民进党 的人头 然后票投给习狗勇啊 后来你就获得提名了 我们 我们的帮众还兼钱给你 还派一个小弟帮你开车 各位 小董讲的这东西 不是现在才讲的啊 这白狼好几年前讲 白狼说 不然你去告我啊 因为这小弟跟兼钱的人 都在我这里啊 他们会出来作证啊 对不对 要做证啊 很容易啊 有没有 有啊 我怎么帮你开车 有啊 习狗勇不敢告 习狗勇是大律师啊 白狼 七八年前就指控他了 他不敢不敢不敢讲 那现在白狼 今年又讲一次 习狗勇对白狼最熟悉 对竹联邦最熟 竹联邦 过去有些人犯案 还请大律师帮他打官司啊 还要劳动你陈哲文去吗 陈哲文这种人已经不试论到几点了 他想就巴着习狗勇 然后去修理 他的同班同学何友宜 他就可以当警政署长 你门都没有啊 警政署长 你连警察大学校长都不适合 各位吧 三十岁以上的朋友 我们那时候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 有一部叫做金牌警校金啊 哇 那这警察学校 美国片 拍好几集 每一部都很受欢迎啊 哦 有案子了怎么办 没关系 哇 这个校长 然后下面有教官 有他的学生 警校生啊 哇 大家帮忙去办案 那当然是一个很幽默很好笑的骗子啊 里面每个人都有专长 我记得有个人有专长 他是会写警车那种 那种 所以他们要是被包围来不及了 他会假装写这个音 哇 歹徒一听 大批警察了 那到了警笛响起来嘛 他写警笛的声音 哇 大家肉汪而逃 原来是他写的 他的口气很厉害啊 各位 那 金牌警校军拍好几集 我们现在没有金牌警校军了 我们叫做黑牌警校军 而且是 警校的校长 哇 自己冒险犯烂 自己到黑帮去卧底啊 去探刑消息啊 不得了啊 是校长亲自去啊 各位朋友 今天台湾变怎么样 你再把它看嘛 现在对台湾 我刚刚讲 对台湾影响最大是什么 有多少人被歹徒激进 你去求职 把你的身份证存折什么 通通收起来 然后通通每个人 关起来 数十个人关在五平的房间 蓝蓝蓝拟拟都有 你们来谋职 哈哈 我准备要谋财害命 你来谋职看看 对不对 一天吃一餐 还下药 只要讲话 因为上面有录影 只要你们互相讲话 就抓出去 围有电击 各位 你每个人一想到 这不是柬埔寨吗 不是 这台湾 在哪里 在淡水 在清浦 中立的清浦 结果呢 一号 有个小孩 有个年轻人去求职 没有回来 开气发现不对 他马上打电话给他爸爸 说我 我现在被抓起来 手机还没有被收 那个还没有被收走 马上打电话给他爸爸 我到哪里了 这个地方是什么 他爸爸很慌张 跑去淡水 警察提报案 我儿子去摩执被抓起来 淡水警局 哪有这回事 有没有柱子 有 进去攻坚抓到了 抓到了 各位朋友 然后从那些歹徒里面 又开始找 发现还有一处 还有一处祭典 在中立的清浦 清浦现在很发达 为什么 因为机场捷印通过 所以那边炒土地炒得很厉害 那跟各位朋友讲 目前还有一些人陆陆细细在抓 可是我们 可以想象 在台湾既然会发生这种事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台湾怎么会有这种事 没有错 那抓到了 目前 逮捕了已经进百人了 不是已经救回来进百人了 就一个一个抓 然后逮捕 那当然这个数字 还在增加 听说还有一个地点还没有找到 各位朋友 台湾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骗你来 来某子 然后把你关起来 关起来干嘛 要某材海兵 因为你来的话 你的存折 你的身份证明 你的卡 什么通通在我手上 我要用这些证件去做什么 西社行号 去做诈骗 去做什么 对不对 那你们这些人 我把你饿到 然后再跟你下药 带你到银行 本人来办卡 本人来办账户 本人来开公司 本人来办公司 有双证件 有账号 对不对 银行会办 本人在这里 那这些 这些都要做诈骗集团的工具 等你 没有那个人 是不是就杀害了 因为现在知道 有三个人已经死了 各位朋友 这个严不严重 严重 我们的政府高层在干嘛 在嫌疾 我们的警政高层在干嘛 大家也知道 在干嘛你就知道 我们的内政部长在干嘛 你就知道 对不对 司法院长 内政部长的女儿 在陈时中 进展总部帮忙 内政部长的女儿 在那里帮忙 所以陈时中到内湖 说哎呀 内湖那边淹大水 然后倒了一棵树 好像隧道那边 有受影响了 陈时中到场 内湖警察分级长 帮他打伞 为什么要帮他打伞 因为陈时中 陈时中是蔡英文清点 习狗勇的女儿 在陈时中那里 习狗勇是内政部长 各位朋友 你谁当分级长 谁都要狗腿一下 是不是 你敢不狗腿吗 我们警察在干这事情 我们警察 你有那么多人受害 歹徒那么猖狂 你们在干嘛 各位我讲 警察 检察官 调查官 现在最帮忙的 就是在帮民进党 继续执政搞选举 不是这样吗 台湾现在变成 怎么样的极变 所以你看这些坏蛋 已经 台湾已经 白了就是黑 黑就是白吗 马上 董哥记得喝水 好 董哥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三点到四点要去上新闻大爆卦 新闻大爆卦 然后我今天还要上一个周易琴的头条新闻 头条新闻 是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从姿悦开始 是感谢姿悦 谢谢 姿悦他没有留言 但姿悦很挺我 到中广他都挺我 是 赖 爱丽科斯 谢谢 他也给我这样漂亮的图 谢谢爱丽科斯 也是每天来 然后家虎 家虎是好朋友 是董哥经纪 今年年度的经纪 就是立共一家亲 没有错 立共一家亲 民进党 一群人到中国大陆赚钱 每天在讲 那其实让人家看播手脚 谢谢 然后朱进康 朱进康喜巧心的爆料 然后立台马上说 看不 立台那个马上 跑马灯以后就看不到 那等一下我会讲这一段 就说没关系 你请你的朋友听我的节目 好 那董志胜 谢谢董志胜 董志胜 那他讲 他讲就这次的那个 台北版 是 那没关系 各位朋友 就是 整个 选举的时候 我随时都会讲 因为他引述金平梅 武大郎 这个讲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宋炳龙 谢谢炳龙 炳龙没有留言 但是很感谢 他也是每天来 这是陈先生 新加坡来的 我的同乡 非常感谢 今天人要加油 董哥加油 金门人加油 谢谢 文森放 文森放 是 十拿酒稳 台湖那个酒 十分钟 陈时中拿的酒 手很稳 董哥喝水 这个成绩真的用得好 谢谢文森放 林明前 林明前说 都已经出现了 没有错 谢谢 然后广子 是 这从日本来的好朋友 是 小董 是 那 是 他觉得我讲得非常好 那 等一下 他又继续地躲内来 等一下我再练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那我们准备回现场了 是 谢谢 欢迎各位朋友 其实有时候你来看 在台湾 选举会让很多事情就出现 那事情当然很多东西是真 有时候也是假 所以 台湾民众党的柯文哲认为 新竹 他们可能可以当先 所以他最近讲话很大声 说我们坐一望二 他的二不晓得望哪里 坐一 有一点点可能 一点点可能 可是二在哪里 他们其他提名就是基隆 然后呢 那个宜兰 基隆宜兰他可能吗 那桃园 桃园 当然更不可能 因为桃园的那个 是我好朋友 那他都输给郑保卿啊 对不对 所以他要去讲 作恶我就想不清楚 后来我想了半天说 莫威他讲的是黄珊珊 黄珊珊不是民众党提名啊 黄珊珊是无党籍啊 黄珊珊的党籍是亲民党 那你民众党挺他 你要讲作恶 他又不是你提名 好 那所以 你有时候看 大家 来想一想看 在台湾 很多人 对于很多事情 他不愿意讲得很清楚 柯文哲这次 花火了 他跟柯建明是好朋友 大家知道 新竹就是柯建明的进鸾 所以呢 所以 他们现在想好了 柯文哲就开始大骂 柯文哲骂得很难听 他说什么 我念给各位听 他说现在民进党 新竹 显到没有拼 新竹 显到没有拼 那 他说 柯文哲还讲 他说这简直是文革的翻版 柯文哲 然后吉西骂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整周都会放 整周 整周 会让民进党给捧过去 那我看了 我真是哈哈大笑 他说国民党过去 会偷吃 民进党连盘子都吃掉了 你知道 为什么我讲新闻有时候会笑 我跟各位朋友讲 2014年 柯文哲跟民进党 还有亲民党合作 然后用假的东西 每天修理连盛文 柯文哲 柯文哲也知道那是假的 柯文哲修修连 你今天讲的东西 不在讲你自己吗 你在搞文革吗 你在张连盛文 在你们经典总部装 要不要给个交代 八年了 有没有羞耻心 柯文哲 高宏安我不认识 但我觉得高宏安有些事情 我是可以支持他的 助理可以当 男朋友可以当助理 为什么不可以 民进党一大堆人 亲戚 女儿妹妹 什么都在当助理 谁不是啊 也没违法 本来就可以啊 那他可以不可以 再捐钱给民进党 可以啊 本来就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这没怎么样啊 可是他们气急败坏 哇 那 你可以讲 哦 他他那助理一定是假助理 是 那你就去查嘛 我告诉你 到时候剪掉的动作 就会让你觉得 好像有哦 好像有哦 然后最后没有 我跟你保证就是这样 我们剪掉都在办这种角色 所以你在台湾 有时候看很多东西哦 看了会哈哈大笑 小董你怎么那么懂 我不是很懂啊 可是我嫌疾跑久了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啊 你要怎么来看 整个台湾的情况 在嫌疾里面 很多东西就看很清楚了 那很多东西 你也要看 台湾也很多机构 是很好笑的 这机构是很好笑 好笑在哪里 刚刚有朋友留言啊 说齐小青爆料哦 那这利盈的那个跑马都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 为什么不见 因为习小青讲啊 习小青说 10月6号晚上6点多 这习小青的脸书啊 10月6号晚上6点多 他都顶级着夜市 就是广东那个夜市啊 的餐厅叫折员 折就是两个吉祥的吉啊 用餐的包厢是折员最大的VIP 折员厅 因为包厢有各种名称的厅嘛 可能叫玫瑰 叫丁香 叫折员 那他一碗最低的销费是8万块 这习小青讲啊 他说阿中报 阿中部长啊 仅仅搂着一个你的 手很用力哦 又有图啊 这个女孩子啊 是台北市政府所属的松德 宴区 在松德路啊 就是公车处旁边啊 信义路五段跟六段的交接松德路 的副院长叫李亚玲 那他非常聪明也很优秀 他的老公啊 老公也是另外一个医院的院长 叫丁金聪 那个金浦聪的金聪啊 丁金聪 他说 看他样子 陈时中有点何忙啦 搂着他还蛮用力的 就是照他的言文啊 而且握着他的手啊 一直到幕僚催促以后才 依依不舍的离开啊 齐小青的结论是 白话文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贤猪手啊 那各位朋友 他说 因为他把这个弄出来 今天开始 立营的那些电视台就说 啊齐小青乌龙爆料 那 有没有乌龙爆料 因为他有图啊 有没有紧紧的揉着他 有啊 手看起来是有 那 各位朋友 我也不晓得你们看得清楚 还看不清楚 这只手就是陈时中 那个女孩子就是 李亚玲啊 当然这个要看YouTube才有 那我为什么 因为 我们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我们不觉得他有怎么样 这手就是陈时中的手 啊你说 有没有很用力 那你自己看嘛 因为徐小青讲这样 那我也不要 不要去 什么做一些影射 或勾勒 或什么都不用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当 所有这些东西 你被拿出来讲的时候 你本来就要坦诚面对 为什么 就跟你在要求高宏安一样嘛 高宏安今天上午开记者会 他说我他助理哦 他提供三四百张的照片 说你看我助理有机会看 去看 他不是挂屏的助理 不是挂屏助理 就没有 诈领健保会 他 诈领助理会的用意 对不对 他是在做这样陈述 那高宏安 高宏安很差劲 因为他被讲这么久了 今天才 今天才很慌张的发现 对他险情不妙 才赶快拿出来你知道吗 对不对 那今天赶快找两个律师 哎呦我这些是有 我的助理哦 你看他的明细表在这里 这种明细表我告诉你啊 你一天拿不出来就有问题了 人家会觉得你为什么会现在 啊现在拿出来了 伤害已经造成了 那陈思忠的情况一样 就说当你们民进党要求 高宏安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样 那你要什么 你也要 叫陈思忠也赶快把这个解释清楚啊 结果呢 结果子风车的执行长 发文出来 那天我们跟陈思忠在吃饭的时候 这有长辈有什么 陈思忠是被我们邀请的 李亚玲跟他老公也被我们邀请 怎么可以这样去 去陷害他呢 讲人家的私事呢 这本来是私事啊 各位我讲 这本来私事 可是陈思忠在嫌疾 有他进去的时候就变公事了 各位我讲这个很客观 每个党都一样啊 陈思忠去参加了以后 这些人就被曝光就就变公事了 你知道吗 你说你怎么可以去去讲他 那本来本来就是了啊 对不对 就好像高宏安的助理叫李中庭 他早就离开高宏安的办公室了啊 可是他们怎么讲他 说高宏安跟他交往的时候 李中庭是有婚姻的 然后去暗示他 因为李中庭的太太上上礼拜过世了 得癌症死了 就说你看好像 好像就高宏安横刀斗爱 逼得人家夫妻离婚 后来老婆异异 得了癌症就死了 他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东西 在嫌疾上 有杀伤力啊 可是是不是事实 不是十点点都多不容 可是我要这样去讲你 各位懂不懂 然后再编一个故事 所以李中庭在红海的时候 是高宏安的属下 说他们交往的时候 郭台平都反对啊 这是周一寇讲的 周一寇收 没关系 我是引用一个媒体人 叫邱明毅 他所收的 各位 周一寇上次引用的媒体人 叫蔡一臻啊 说张淑坚 跟蒋 蒋婉安的爸爸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双双被告 两个后来 两个人翻脸 周一寇说 你哦 蔡一臻你不要跑 我就是引用你的话 各位朋友 你有时候想想真好笑 他们 当然他们官司 有赢有输啊 但是你今天不能随便 有一个人告诉你 你就说 因为他讲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这样 法律上不是这样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朋友 就在嫌疾 嫌到这样的话 很多东西就会有八卦 那八卦以后 对陈思东有没有影响力 老实讲 从昨天 前天的辩论 我可以看出来 台北市的嫌疾已经定了 就是 蒋婉安当嫌 陈思东第二 黄珊珊第三 所有的 有公信力的媒体 做出来都是这样 那当然有非常都没有公信力 非常可笑的 那这种有时候公布 你会觉得很好笑 譬如说 苹果六报倒了 苹果电子报也收了 他们那些人啊 现在叫做什么 一瓶 一周刊加苹果 加一瓶电子报 他们做了一个民调 第一名 百分之五十几 哇 认为最好的 就是陈思东 第二好的黄珊珊 讲完咱只有十八左右啊 各位朋友 你会相信吗 等一月二十六号票投出来 不是这个结果 你会觉得说 你们这个电子报有问题啊 做出来结果是这样 我也不会去讲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这个本来百分之百不准 就是 一面你马上就看破手脚了 然后也有媒体做 哇 卢秀 蔡提倡已经赢卢秀宴了 各位朋友 你听了笑笑就好啊 新闻的电子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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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哥记得喝水 好 谢谢 董哥刚刚有人问说 那个 四点是去上那个 新闻大报寡吗 没有 头条新闻 头条新闻 好 三点上新闻 三点上新闻大报寡 对 好 我们刚刚念到广子 是广子 谁在广子 他联系 朵念两次给我 一大笔 那非常感谢 他希望 小董 都开导年轻人 唤醒一些年轻人 每天在骂 有时候都骂得很气 就怎么讲都讲不行 那 没关系 广子我会再努力 谢谢广子 然后 Tim Tim HS 是 谢谢 董哥要喝水 最近 活跃的您跟人 有机会当选吗 我立场是您跟人 有人力像 中东景一样拎心 的话 我没话说一定会 对啊 的确是 这是很多人的想法 谢谢 我会讲到 那 董志胜 谢谢志胜 志胜 柬埔赛 台湾桃园支持 清埔赛 清埔赛 因为清埔赛 在中壢那里 这几年土地炒得非常那个 那就防止说一瓶有六七十万了 那为什么 那边很容易炒土地 因为结印嘛 是 谢谢 杨峰 谢谢杨峰 董哥我来了 谢谢杨峰 我知道你来了 非常感谢 是 好 谢谢 谢谢 不然最高会被罚三千六百元 还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才行 那晚点可以借我跟妹妹骑吗 不行 妹妹未满十四岁不能骑 而且不可以双载 还要戴安全帽哦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级提供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许 mem الم terminar 欢迎小统真心话 有时候像我每次讲到柯文哲那个 欧赖连胜文到他静船同部装 切听器我就很光火 柯文哲也知道自己弄错了 那弄错你就要道歉 柯文哲有没有道歉 没有 因为他看不及连胜文 他只要我就高高在上 他今天的高防安被人家打 是刚刚好而已 对不对 柯文哲你有什么脸去讲这些 我在跑台北市的时候 市长是洗水的 当然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台北市长 历任我们熟视的 认识的或怎么样 没有一任像柯文哲 做得这么差的 老实讲没有政绩 政绩在哪里 没有一样讲得出来 每天讲大话 很多人讲蓝白盒 我早就讲不可能有蓝白盒 包括赵少刚讲什么 我都反对 各选各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 白的力量就代表过去 急的力量就清明党 那他们呢 他们用意 最后就是要拉下国民党 我跟你讲都一样 我拉下国民党 他们的角色都是亲力 虽然有各种色彩 那他们现在是因为威胁到民进党 所以民党开始打他们 简单讲就这样 他们本来跟民党就是一伙的 大家想2014年 谁在帮柯文哲出主意 张景深林锦昌 对不对 民党派多少人来帮忙 柯文哲当选以后 里面用多少民进党 林赫明就是泄系的 后来到总统府 现在是民党 副秘助长 对不对 那是柯文哲的发言人 各位一堆 时代力量 现在好几个参选了 那时候就是柯文哲 市长市的人 都是不用在那边装了 像柯文哲假装 民进党最坏 会连盘子都吃掉 民党跟柯文哲就是一伙的 你今天只是 他认为你威胁到他的新竹市 所以你跟柯建明翻脸了 你在台大当急诊室的主任的时候 你接受了官收 医院要接受官收 要找主任才够利 对不对 里面至少一般是柯建明来了 你敢讲没有吗 现在两个翻脸了 因为新竹市 新竹市是柯建明的进党 简单讲就是这样 他认为这是他的徒弟 林志坚留给沈飞红 所以沈飞红一定要当选 所以要打高黄安 一定要找支撤会 然后现在再打你的助理会 不是吗 助理怎么可以把钱捐回去 柯建明也这样干 柯建明说我又不嫌 他可以 在台湾有些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柯建明在台湾做什么都可以 官收司法也可以 我简单讲就是这样 对不对 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 别人都不能 是啊民进党本来就这个畜生党 你要讲他干嘛 你怎么去跟畜生比啊 各位小董 我讲的新闻 很多字眼很多人听了不爽 但我讲的事件哪一个不是事实 你有办法像民进党 苏贞昌的女儿可以 可以包这个包那个吗 说我没有直接标 我虽然对外承诺我不标这个工程 但是我的朋友来标 标了以后给我做 啊怎么样 不是我 各位 为什么要执政 我告诉你 执政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可以捞钱 钱在政府手上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只要是民进党执政 我们的人就可以去标到 变成老百姓的钱就是来 养我这些装脚或权柜的子女 简单讲就是这样嘛 这套逻辑 我很早就知道了 很早找到多久 二三十年前 我就知道了 民进党就是一个垃圾党 畜生党 但是你这样看 在台湾很多东西 你有没有道理 你这样没道理 没道理又怎么样 蔡英文说 我现在媒体最喜欢讲 蔡英文几天之内来台北 挺谁多少次 新竹又挺谁多少次 桃园又挺谁多少次 看到蔡英文你不会觉得想吐吗 蔡英文讲的哪一句话是事实啊 各位朋友今天是11月7号 你想到什么 我相信没有观众没有听众 台湾没有人任何人 有啦很少啦 有啦很少啦 会想到 蔡英文国庆 讲得很好听哦 他讲什么 他说两岸不应该在兵容相见 我们要来寻求两岸一个机会 那他们呢 他们最近怎么攻民进党啊 要攻国民党啊 三立电视台的发言 在提问的时候 叫李慧明 做求给陈时中 对不对 做求给陈时中啊 不投降啊 我们不要中国来统治啊 问这种问题啊 所以讲完咱才会去 呛他说 你们曾念鹏都在大陆做生意 讲一堆你们的事情 结果怎么样 这个叫立共一家亲啊 陈时中 民进党才会那么火大 怎么可以这样讲 啊的确是啊 包括你问了这家媒体 你们三立电视台 有没有在大陆赚很多钱 要不要出来讲 有没有几十亿啊 出来讲啊 你们赚钱都可以啊 然后栽赃别人都是那个 台湾最没有天理的 是不是 台湾最没有天理的 马航九帮那么多移民 那些移民你有投票给他吗 没有 天天栽赃马航九在卖台 台湾的移民 要脸的有多少啊 台湾那些种水果的 要脸的有多少啊 帮你卖水果去大陆 每天骂马航九卖台 各位我讲台湾为什么是一个忘恩忽义 恩将仇报的社会 畜生横行啊 对不对 你怎么说畜生横行吗 人总要感恩 你不感恩没关系 你不能恩将仇报 还在别人背后插刀 台湾就是这样 因为台湾有个畜生党在领导 让大家觉得背信忘义 恩将仇报是一个美德 民进党的畜生就畜生在这里嘛 不是吗 各位我讲有哪样是臭的 11月7号我告诉你 这是马其会7周年 2015到现在 两岸气氛最好 好到一个极致是怎么样 两岸的领导人 在新加坡费变了 谁也不输谁啊 对不对 周一扣也进闹场了 周一扣是凭什么进闹场 因为他有记者证啊 他有什么记者证 他有美丽岛电子报的记者证 所以新闻集职啊 派他去啊 你也是媒体啊 所以他到现场进闹场了 美丽岛电子报的老板是谁 各位知道了吧 就是吴子佳 你为什么要给他记者证 他是真的是你的记者吗 不是啊 不是啊 是啊 他不是你记者 吴子佳你们都听高红安 哎呀高红安 结队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那周一扣是你的记者啊 那可以啊 很简单啊 他如果是你的记者 你拿出他的薪资当给我看啊 各位你懂不懂 他如果是你的记者 他势必有领薪水嘛 你拿出 你公司拿出他的薪资当给我看嘛 他每个月你给他薪水多少钱 四万五万六万给我看嘛 还是你就给他一个空白授钱 你就代表我去跟马航九习近平闹一闹 各位大家就是论事啊 吴子佳跟我感情还不错啦 我老实讲 那我也知道他们很挺台湾民众党挺高红安嘛 但是我们就是论事啊 对不对 说别人作假 有没有作假 你拿他的薪资当给我看 他是你的记者啊 你拿他的 你如果派他去新加坡采访马席会 那他一定有报账的单嘛 你拿来给我看 因为机票 住宿一定你公司要帮他出钱嘛 记者帮你跑新闻 不可能还要自己出机票嘛 你把他回来提报跟公司 请款的那些资料给我看 我不相信 台湾有谁会相信吗 那当然是做一个智慧 对不对 他就要到现场 他就会去啊 他那个就像台北地检署一样啊 我们记得喝水 我们还有两个 好谢谢 那是约勋六 是约勋六 非常感谢 给我一张漂亮的 非常感谢 然后是那个 吴钊怡 谢谢赵怡 赵怡你来了 非常感谢 他给我也是一张漂亮的 非常感谢赵怡 谢谢 好谢谢董哥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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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